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为什么要向你孙女的妈妈告白 我的孙女今年已经20岁了 病人的孩子20岁了 已经长进我高 不是我的孙女 她一长越晚 越来越小 一点也不长 就长就长来 就像一个 像个婴儿一样 那是多大的时候 到17岁 头发也掉了 人也变了 那个点啊 容器很大 这里就是她办身份证时候的相牵 这么小 这个是13岁 这个是17岁 17岁的孩子长得像 越大越小 三四岁的孩子 那个是三岁 三岁 那个是三岁 三岁的时候这是正常的 对 17岁的时候反而变成这么大 越大越小 这张是正常的 五岁 然后这张左边是17岁的身份证照片 这是什么病症啊 它就越大越 越大越感 越大越感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她的这个脑子呢 她只有五六岁的孩子之杀 怎么后来被你们收养了呢 这孩子 她爸爸带到那个癌症 癌症就去世了 她家里房子也没有 又没有其他的亲缘 她妈妈呢 她妈妈 她妈妈 跟她爸爸离婚 她妈妈就嫁给别人了 就不关她了 找过她吗 多次找过她 我们打电话 到了很多次 她的家人亲戚朋友 找了他们爸都不见面 她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今天倒是觉得 她的母亲不会来 因为她害怕 这个重病的小女孩 小女孩 会影响自己的新生活 以及自己新的家庭 造成一个阻碍 更何况我们今天 都把她的母亲 放在这个道德的 这个火上面去烤 她更不会来到 这个舞台上了 我倒觉得 她妈妈可能会来到现场 舆论已经把她 推到了一个顶峰 在这个时候 她需要面对的 不光说是要 向她的小家去交代一下 她可能还需要 向我们大家都交代一下 我想即使她今天不来 我认为 她在任何可能的条件下 都会关心了 珊珊的命运 如果她真心地 想关心这个小女孩的话 她这两年的时间 她可以偷偷地去打听 因为她心里面 根本没有这小女孩 所以你现在给她找很多 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在给她找借口 她就是一个 没有良心的母亲 就是一个不负责的母亲 其实我们要 把人都想得好一些 既然她能做好 现在这个家庭 有爱的母亲 也能够做好 珊珊的 有爱的母亲 我觉得特别愤恨 我就是特别想问问 这个女孩的妈妈 你摸摸自己的转 你有心吗 你有没有良心 你问问她 现在呢 谴责太多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都希望 珊珊的妈妈 能来到现场 让我们共同鼓励 妈妈能来到现场 这个医生跟我们说 你这个孩子 要不治疗是一方便 但是心灵治疗 也很重要 所以说让她妈妈 经常来看看她 跟她一点温暖 跟她一点爱 我们不要她出一分钱 把她是炸过脉戒 只要我们有一口气 我们就要把这个娃娃的病 给她治好 我们就要把这个孩子 带在我们的身边 保养她 把她的病治好 今年已经二十一岁的珊珊 因为脑垂体肿瘤 在十七岁时 竟因为逆生长 缩小成了两岁婴儿的模样 多年前 珊珊的母亲黄玄英 离婚后 就到了外地重建家庭 从此 珊珊与多病的父亲 相依为命 艰难生活 就在珊珊不断缩小的时候 父亲又因为胃癌晚期 不幸去世 可是就在生活 完全陷入绝境之时 不幸的珊珊 却又幸运的被年迈 而善良的旧公 旧婆收养 如今珊珊已经恢复到 八岁的模样 今天 珊珊的旧公 王氏贵 旧婆 胡舒华 带着医生的叮嘱 来到告白的舞台 希望珊珊的妈妈 黄玄英 能放假过往 尝去看看珊珊 给病重的珊珊 一份普通的母爱 并承诺 绝不用珊珊妈妈 一分钱 挥尽全力 为珊珊遗址 那么 多年未曾谋面 一直回避 旧公旧婆 寻找的黄玄英 会来到现场 接受汪氏贵 胡舒华的告白吗 其实这是一种 很卑微的要求了 我们不知道 这位母亲 是不是能够 来到现场 来 请站到 开启告白 这门的恩键旁边 好 来 问一下 王叔叔 如果她的妈妈 今天要是没来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如果以后 她再看到这个电视 希望她能够 到一个 尝尝再看看 这个孩子 跟她一点不爱 只要我们在 我们就会养这个孩子 不会跟她带来包袱 所以说我在这里求她了 跟她聚功 如果妈妈来了 想要把珊珊带走呢 如果说珊珊 愿意跟她妈妈走 我们也鼓励她 尊重珊珊的意见 总而言之 你对珊珊的爱 是没有任何要求 对 没有要求 谢谢你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按键 证件照长得漂亮多了 来到这来到这来 来来到这来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今年二十岁 你刚刚进来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你说不要 我不要妈妈 我只要我就跑 你不希望妈妈来看你 希望 为什么呢 妈妈来看你不好吗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珊珊出来 说的那几句话 我们听了之后 其实感觉心里特别显色 因为我们也从小 看到他长大 也觉得他太可怜 人家每个小孩都一个美好的童年 阿姨这都是一个 没得一个童年的 无意不可怜 真哪像个二十岁的姑娘 真像个小孩 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的一种倦导 让他停留在这个世界 忘却所有的那些的烦恼 旧公旧婆对你好吗 好 在我生病的时候救了我一遍 然后还花钱养我 照顾我 带我看病 那你能为旧公旧婆做点什么吗 平时 洗衣服 你会洗衣服啊 小弟 会做饭吗 不会 我以后可以照顾他们 孝顺他们 珊珊想 珊珊要向旧公旧婆告白 是吧 要有话向旧公旧婆说 是吗 那接下来咱就好好说 好吗 来 你站这来 来 旧公旧婆站在那个圆圈里 好 接下来是珊珊的告白世界 救公旧婆 谢谢你们 在我生病的时候 救了我一命 谢谢你们 本来日子过得挺不容易 还要花钱养我 照顾我 还带我去看病 花大把大把的钱给我买药 到现在 也没有停 你们宁愿亏待自己 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谢谢你们 在我爸爸走了以后 我妈妈都不要我了 你们还愿意照顾我 不嫌弃我 我没有读过书 也不会说话 但是我希望你们晓得 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妈妈 以前我生病的时候 是你们救了我 给我治病 我才慢慢长大 慢慢懂事 没有你们 我可早就死了 你们不要给我找妈妈了 我不要她 我这辈子只和你们在一起 永远 以后我会照顾你们 消瘦你们 在我眼里 在我心里 救公旧婆 我比妈妈好 就算不要咯我们的妈妈 我只要你们 这孩子的命好苦 就不得把你抛起 就不得用一口 这都要救你 都要给你治病 就不得买钱 借钱到借钱都给你治病 她都不会随地扔垃圾 她放兜里 而且刚擦的不是眼泪 是救婆的鼻涕 每次受伤的时候 天上的雨都 给我一回 节目录到这儿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救公和救婆 对于珊珊的爱 是一预言表 也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权 能够为珊珊将来的生活 做好一个很好的铺垫 那么今天 珊珊的妈妈还是没有来 你想对着镜头 对她说点什么 我想如果说 珊珊的妈妈 现在还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个节目 我知道你再婚也不容易 你有你的困难 你有你的家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你付出什么 只希望你多来看看她 她一点不外 哪怕是 炸锅卖铁 去东平西澈 去借钱 我们都会把她的病治好 就我们走了以后 这个孩子 有一国家 有一国归宿 过上一国正常人的日子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我们的大门 永远为你躺开 我们等待你 欢迎你 妈妈不说话 但是妈妈现在的家庭 现在的仗人 应该说话 我不相信他们看见了 这两位老人对孩子付出之后 他们还能够装作听不见 装作看不见 这样的家庭在当地 会受到欠责 我就想对她妈妈说回来吧 看看你女儿 给她一个拥抱 她需要母爱 我们对了好多代表 代表不到我们母亲 其实我倒想跟 救公救婆说一句话 虽然她是孩子 但是我们也要 一点一点地培养 让她成长成熟 之后能够独立地生活 这才是给她最好的爱 这个话 比较实在 同时呢我们也 跟电视机前的一些 有些观众朋友们说 如果有类似于像珊珊这样的病症 或者是想要帮助珊珊的一些人士 可以联系我们栏目组 如果我们好好地去想一想 这个神话当中说的那个天使就是这个样子 永远长不大 所以我觉得她妈妈是错失的一个天使 是吧小天使 是吧小天使 谢谢叔叔 牵着救公救婆的手 要永远孝敬救公救婆 来祝福他们 来请回 谢谢叔叔阿姨 谢谢爸爸姐姐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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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